青年的人氣話題來看到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昨天晚間現身北市一家海鮮餐廳 騙請輝達的員工 不少粉絲守候在外 等待黃仁勳現身 而他對粉絲的要求來者不拒 甚至直接坐在階梯上 當起了人形立牌 合照簽名 黃仁勳也套路計畫 在台灣興建大型的研發中心 預計未來5年 雇用至少1000名工程師 他也曝光產業界需要的人格特質 自己填飽了肚子 還不忘照顧在外守候的 大批粉絲媒體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三號晚間在北市一家海鮮餐廳 宴請員工 餐前低調從後門進入 粉絲全程擠在餐廳外頭 就怕能見一眼AI教父 我要幫我們警衛簽到名 這跟追星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明星不會讓我們 會帶著我們台灣賺錢 但是他會帶著我們台灣賺錢 總算沒有白等 黃仁勳身招牌 平易先生拍照簽名來者不拒 最後更索性坐在階梯 當起了人形立牌 粉絲不僅拿來了 揮答T-shirt包包手機iPad 甚至還有揮答顯示卡 要留下三兆男的親筆簽名 他還擔心那個筆油漬沒有乾 他還幫他這樣吹一吹 黃仁勳這回宴請員工 外傳每桌價格大約1.8萬元 蘿蔔卷流沙包 疑似就是晚宴菜色 黃仁勳更透露 未來五年將在台灣 新建大型設計中心 至少會僱用一千名的工程師 機構設計師 系統設計師 軟件工程師 AI研究師 我非常期待 找到一個好景點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美麗的 部門 他們應該在學校做得最好 個人是一個人很誠意 人愛工作人員 想要做一個分別 決定 親自透露投入AI產業 該具備的人格特質 至於外界關注這次來台 是否會跟半導體女王 蘇茲峰碰面 他也給出了回應 我不認為這樣 但如果我做的話 那會很棒 我真的很喜歡看她 她很棒 站在AI浪潮尖端 黃仁勳清明作風 持續圈粉無數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